中聯辦主任洛惠寧在國家憲法日座談會致詞 說近年本港部分參選和當選公職的人 不符合愛國者治港的要求 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個月通過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四個問題的決定 進一步劃清了愛國者治港的底線標準和政治規矩 確保所有從政者擁護憲法基本法 效忠國家和特區 加禍國亂趕者驅逐出特別行政區管制架構